好好好 观众期待的 详情争霸终于来了 11月8号上线美特 21号上线国服 兄弟们都准备好了吗 我们先来看看最新的鸡饭介绍 首先自然是KDA KDA的效果是召唤名流格 这些格子可以提供额外加成 当KDA成员站在聚光灯下 魅力全开 加成会更多 接下来就是真实伤害 真实伤害棋子攻击 会造成额外的真实伤害 并且他们携带装备 还会获得独特的技能加成 接下来就是五杀摇滚 成员们获得伤害减免 以及额外加成 如果拿到了五杀 这些属性将再次提升 类似于飞升 然后就是新之刚男团 大家喜爱的收害羁绊 这次与以往不同 击杀敌人以及战斗失败 都能获得新能 也就是说你可以走连胜 也可以走连败 当然收益最大 应该是最精致的极限连败 有带兄弟们去挑战 啊 还有音乐牛仔 召唤恐惧战马 赋予队友力量 这个易懂简单 率性而为 朋克风格 每回合第一次刷新商店 花费变为一金币 且每次刷新都会提供 额外加成 妥妥的独狗羁绊 打背头 小小的约德尔 大大的背伤 利用泪水的力量 释放更多的技能 如果队友阵亡 那更是悲痛欲绝 迪斯科宇航园 召唤一红灯球 为队友提供 治疗与攻速 这属于 偏辅助类的羁绊 好 今天的介绍 就到了这里